其实华润水泥的优势是股息率方面 现在股息率有超过7厘 如果以息率作为一个考虑 华润水泥是可以吸纳的 只不过一般来说当一个板块炒起的时候 倾向炒最大质 所以短期来说可能就是海螺水泥的股价表现会强势 但如果你想拿平衡又想赚价又想赚息的时候 其实华润水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现价来说也是可以吸纳的 如果都是以一个月线图作为一个参考的时候 股价现在大概是去今年6月的时间 即是在其他行业整顿消息之前的状况 高位来说如果同样地去看2月份的时候 股价就差不多是借近10元这些位置 潜在升幅来说其实也是超过一成的 当然如果你说有国策配合的时候 其实也有机会会挑战11元 甚或是11.5元这些位置 所以这只股份我也是看好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